獅子和唱團日前推出了 LION黑膠搖滾點藏盤 還特地到唱片行擔任一日店長 陳鈞短短一年 就擁有了自己的黑膠唱片 讓大夥非常開心 而獅子和唱團也才剛從大陸節目 歌手2017中奪下第三名凱旋歸來 主唱大人蕭敬騰的興奮之情 可是藏也藏不住 就是很興奮 興奮的原因不是在於 對 是在於我們是一個搖滾樂團 而且是一個全新的搖滾樂團 我們去年才八片 然後今年踏上歌手舞台 然後從第一期我們就覺得 我們是一個邊緣的樂團 很容易淘汰 然後竟然我們可以 站上總決賽的舞台 然後得到這樣子的肯定 對我們而言是無比的榮幸 我沒有做一件事情這麼 這麼開心 有一次以來 我其實算是最開心的一個 你為什麼還假的 你怎麼當時八片還開心 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現在就是它是有一種 你們不知道我們這三個月 過什麼日子 你們都不清楚 你們不清楚 到底有多清楚 然後它沒事也不清楚 就應該的 配合節目決賽主題幫幫唱 獅子和唱團還找來了 Lala 徐佳穎和吳建豪主政演出 大獲好聽 我們三組Lala Vaness 還有獅子 還有我們所有團隊 對於這次的秀 這次的表演 我們非常重視 我們花了很多的精神 跟很多的心血 idea 還有時間 我們貢獻了我們所有的想法 去為了這首歌 這首作品 去達到一個最好的狀態 所以我特別感謝Vaness跟Lala 那Vaness的那個公司 當時是真的有點問題 在現場 現場是有聲音的 但是送出去的Live 因為Live真的很難控制 那包括我自己的音量 也有點小 所以當然後期重播的時候 他們會再調整 對 但是Live 我們只能盡到 我們最大的努力 可是我覺得Vaness跟Lala 還有我們獅子當天 我們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真的做得很好 那之後一起慶功嗎 慶功慶慘了 慶到不行 有什麼激烈的 我們下一次還要再慶一次 自節目中拿下好成績 讓獅子和唱團有神明大照 不僅令人更加期待 他們未來還會有 哪些闖紀錄的表現 完全娛樂總和報導